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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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总决赛将会分为四轮 首先要进行的是我们的第一轮的比拼 每位选手都会有一分钟的时间进行联想题的快问快答 答对题目最少的选手将会被淘汰 让我们今天有请第一位冠军候选人 他就是第一季冠军天才少年刘昕途 昕途是我们第一季的冠军 智商166从来没有输给过任何选手很厉害 联想能力从本质上来看 无非是脑中神经元相互连接传导的一个过程 我的大脑已经被证明是万里挑一 在过往的赛程中 我击败了来自各路的高人 有高考状元 有清华大学的女博士 很多人说我是年少轻狂 我只相信胜者为王 清途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快问快答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一分钟计时开始 联想一部电影 冰河世纪 联想一位演员 过 周星驰 联想一座城市 北京 错误 青岛 联想一个成语 过 有生之年 联想一位运动员 林刷 正确 联想一场游戏 竹马 正确 联想一个国家 财卖 正确 联想一部动画 亲爱的快逃郎 正确 联想一个成语 马不停提 过 马师前提 联想一个城市 英国 过 伦敦 过 吉隆坡 联想一位歌手 这个 过 艾拉 过 联想一部动画 动画 网球王子 正确 联想一座城市 洛杉矶 LA 错误 旧金山 联想一部电影 过 172小时 流行图在刚刚一分钟的时间内答对了六道题目 看看其他选手的表现吧 来 请先进入带地区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冠军候选人 他就是第二季冠军非典型政治老师 罗天 欢迎罗老师 罗老师是我们第二季的季冠军 大家都知道我是教政治的 但是其实我有着复杂的学科背景 我是一个高考艺术考生 我是一个经济学学士 一个法学硕士 一个211工程大学的博士 一个政治老师 我特别欣赏了一位学者 叫做英国的罗素 他用他亲身经历告诉我 一个不想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 不是一个好数学家 因此我今天在这里呢 我觉得我的学科背景能够帮助我 用多维度多视角 去挑战最难的联想题 原来是罗博士 博士您觉得刚才我们出这一分钟题目难吗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有点难度的 他答对了六道题目 他智商166 您觉得您能不能赢过这个数字 刚刚上一位选手说 他是屡战屡胜 但是目前为止 我的字典当中是没有失败二字的 一分钟计时开始 联想一部电影 哈利波特 正确 联想一位演员 哦 不知道 陈柏林 联想一座城市 台 南京 正确 联想一个成语 路法重关 正确 联想一部动画 大豆儿的小豆爸爸 正确 联想一位运动员 正确 联想一部电影 威字仇杀队 正确 联想一个成语 戴洛木鸡 正确 联想一个建筑 比萨鞋塔 正确 联想一位动漫人物 蝙蝠墙 正确 联想一座城市 锦德镇 正确 联想一个成语 无语软笔 正确 联想一位演员 赵文山 正确 联想一座城市 航空 正确 恭喜罗天 答对13题 谢谢大家 我的天呐 如果刘星图你的智商是166的话 那现在你的智商 已经像姚明的身包一样了 罗天 恭喜你 你暂时安全 请罗座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第三位冠军候选人 他就是第一场补卫赛冠军 80后创意餐厅老板 刘星图 欢呼声 欢迎元宝 哈啰 百读者要见面 一起回见面了 算起来应该是三四回了吧 我都记不清楚了 我都快把你写我们家户口本里 前面两位特别厉害 都是季冠军 元宝不一般 元宝是一路挑战过来的 屡败屡战 屡战屡 反正是屡败屡战 很有韧劲 对 前面两位选者 他们可以说是一路披荆胆急 非常顺利地 进入了咱们的年度总冠军的决赛 没有经历过失败 我就不一样了 这正所谓 这个失败是成功的妈妈 我在这个联想王的舞台上 被妈妈带走了好几次 但是我没有放弃 是不是 我要继续地努力 经过不断地努力 终于站到了 今天这个年度总冠军的 决赛的舞台上了 所以我觉得前两位选者呢 他们连失败都没有经历过 我觉得那不叫真正的成功 今天在这个决赛的舞台上 我要带给两位不同的体验 那就是失败 一分钟计时 开始 联想一位名人 哇呀呀张飞 正确 联想一个成语 三言两语 正确 联想一部电影 阿凡达 正确 联想一座城市 美国牛逾的 叫华盛顿 正确 联想一位演员 咱们邓超 老江 正确 联想一个建筑 埃及金字塔 正确 联想一部电视剧 美剧破产姐妹 正确 联想一个成语 扬眉吐气 正确 联想一位演员 啊 无恙走 错误 陈美婷 联想一部电影 周庆植 少年度假 正确 联想一个建筑 迪拜的翻转酒店 正确 十一道题 答对十道 赛程过半的时候 刘新途已经陷入到了绝望之中 远宝暂时安全 来 请罗座 谢谢 还有最后一个位置空着呢 到底 接下来上场这位 是答对五道 你就能坐在那儿 如果他答对七道 刘新途 你就要被淘汰了 祝你好运 来 让我们请出 今天最后一位 冠军候选人 他就是第二场 博位赛冠军 景观学校毕业生 吕国顺 欢迎大顺 现在这个局势很微妙 是啊 我们站在赛定区的 刘新途 很寂寞 他刚才只答对了六道题 也就是说 一会儿你只要答对七道 你们就可以联手 把我们智商 166的小伙子淘汰 他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从来没有输过 看能不能输在 你们三个大老爷们手里 你有没有信心 其实来这里 我一开始还有点紧张 可是我看到袁宝老师坐那里 我就特别地放松了 为什么呢 他是我们节目的底线吗 难道你这样说 对 因为袁宝老师 一直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这次呢 我也不会辜负他 我会将他再一次打败 送他回家 来 一分钟 计时开始 联想一部电影 泰坦尼克号 正确 联想一个成语 三寸之舌 正确 联想一位演员 不知道 过 刘嘉玲 联想一座城市 基尼 正确 联想一位动漫人物 超人 正确 联想一个国家 印度尼西亚 错误 墨西哥 联想一部动画 叮噹猫 哆啦哀梦 正确 联想一个成语 过 一目十行 联想一位演员 刘燕 正确 联想一个国家 荷兰 正确 联想一个歌手 猫王 正确 联想一部电影 过 血钻 联想一部动画人物 米奇 米老鼠 米老鼠 正确 联想一座建筑 太极林 正确 对不起刘青土 他答对了十道题 吕宫顺 暂时三拳 请楼坐 谢谢 你在这个舞台上 从来没有输过 但是今天一上来 只答对六道题 惨遭淘汰 有什么话要讲 年轻是我的资本 也是我的短板 我的阅历和知识储备 和各位哥哥比 可能还差了那么一截 所以我会从今天的 事外中吸取教训 在未来追求 梦想的路上 我相信踏实会让我 越走越远 来 谢谢星途 再见 再见 大家好 我叫刘青土 我不懂什么是年少清皇 神童多不合适 教我小天才吧 我只相信胜者为王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 今天的第二轮比拼 让我们有请本场的 特邀嘉宾 中国台湾著名女演员 江祖平 江祖平 中国台湾影视演员 出演了活活技工 妈妈向前冲冲冲 意难忘等多部剧情 眼活了各类角色 今天很有意思 我们明星嘉宾的title是 台湾长剧一节 好长的感觉 除了身材长之外 演的剧也很长 电视剧《易难忘》 一共有526集 从05年 播到了奥运会之前 才播完 因为台湾长剧是一个流行 很多及时的新闻 会铺陈在我们的戏剧里 因为我们都是 比如说今天晚上录 明天就要播出了 没有 是今天晚上8点播 你们是在演新闻吗 我们是在用命抗战中 演了这么多年戏 有没有特别希望演的一个角色 但是一直没有演过 看我在舞台上的表现 那你就知道我想当谐星 那我们给你一个机会 我们先就来一段 这个谐星的戏码 我们导演呢 其实准备了一段台词 很简单 假说是你 是你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再见 再见 好的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种情形 曾经的恋人 好不好 我看来你很有感触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明显 是你啊 是你啊 好久不见啊 不是啊 好久不见了 我妈叫我去吃饭了 再见 再见 哎 伯母好 伯母 差点成为你婆婆了 你没有珍惜 妈 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 宿敌 哎 哦 来吧 哈哈 是你啊 是你啊 好久不见了 哎 是啊 是挺久不见了啊 再见 滚 嗯 不是宿敌吗 我们要诋毁主持人的意思啊 好好好 刚才演的是一个宿敌 我们再来一个最后一个情境 认错人 哦 哦 哎 是你 哎 是你啊 好久不见 哎呦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哎 等一下 这个皮肤的质感不太好 哎 不好意思啊 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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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哎 别走 蛮舒服的 哈哈哈哈 哇塞 哇 你不演协星真是浪费了 是不是 联络电话在此 各个导演请当我提到浪协星 谢谢 哎 这样好了 其实今天呢 既然是这么重量级的节目 我们请上的当然是重量级的嘉宾 刚才这么能演 所以对接下来你的表现我充满期待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让我们欢迎三位选手 今天我们的比赛比较特殊 哦 谁先爆炸 谁进入带定区 剩下的两位 可以直接晋级下一轮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几位 各就各位 三 二 一 开始 四个字 四字成语 公司少屁 正确 原毛 两个字 牙膏 戒毛 正确 戒末 大顺 四个字 目瞪口呆吗 两眼 过 过 过 三个字 购物车 正确 购物车 两个字 哎呦 过错了 演得太好了 四个字 贵戳一板 正确 贵戳一板 三个字 三个字 我爱你 我爱你 不对 摸摸大 摸摸大 正确 三个字 过 过 过吗难 哎 三个字 呃 挤斗的 正确 四字成语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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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字 你还有最后一次过的机会 你还有最后一次过的机会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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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过了 没有过的机会了 三个字 刀削面 女儿 和喜务 demonstrating 刀削面 两个字 口红 口红 诵 呃 醇多 正确 四个字 MUla 刹型 鲨 杀鸡静鹏 金凯 三个字 当上盘 正确 五个字 抠一下你 我是你的眼 你是我的眼 你是我的眼 正确 四个字 刀 人 舌 根 加油加油 情言碎语 十秒 过过过四个字 四 犯来张口 正确犯来张口 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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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两个字 变化 正确 四个字 我又爱你了 扣门拿到 新拳 新 新 心如刀割 正确 心如刀割 加油 由于刚才你爆炸了 所以一会儿你将会进入待定席位 来 三位休息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的一到六号礼盒都亮着灯 请选择一个把它打开 四号礼盒 88元的红包 这个红包我们会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只要你拿出手机购买一元公衣不带 就有机会拿走它 再次感谢姜组平的到来 谢谢 再见 谢谢 欢迎回来 您这里正在收看到的是 由松下电器独家冠名播出的 江西卫视公益意志节目 我是联想王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第三轮 首先要恭喜罗天和元宝站在这里 第一轮的抢答 罗天元宝赢的人可以在下一轮的炸弹剪辑环节当中 拥有两项特权 一 优先减二 求助现场观众 这轮比评很关键 你们俩还有什么话要讲 我觉得罗天老师既然作为一个政治老师 就应该踏踏实实在学校带好学生 你像我就不像了 同样作为老师 什么叫同样作为老师 因为我的主题餐厅也是教室形式的 来吃饭的客人 他们也得是假装成学生 我呢 就Cosplay的是老师了 虽然没有研究生 但是被我考到的博士 大把大把的抓 是不是 我觉得咱们这个联想王的最后的冠军宝座 是留给生活更加阅历 知识更加丰富 涉猎范围更广的人的 这个肯定不如你 您刚刚说政治老师只能教政治 就是一种固步自封的概念 还说你有点创意 我们俩站在一起呢 就是说到底是谁是这个专业的 谁是花架子 我觉得是不言自明的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用我自己的表现 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想象力 好 这一轮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道题是一道四图联想题 请根据图片联想一种生物 这是什么 请看提示二 嗯 罗博士 这个生物就是我们在座的大家 人类 首先第一幅图是白 黄 黑 棕 应该是人的四种肤色 然后人跟动物的区别在于 它会实践 它会制造和使用工具 人类 对 请看结果 恭喜你回答正确一比零领先 那么图三是什么呢 埃及的师生人面相 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之谜 它是一个神话 就是说类似于我们小时候的 学了一个老金击转弯 一个神兽会站在这个门口 问在座过往的人说 什么东西早上四条腿 中午两条腿 晚上三条腿 一个小孩答出来了 就是说他是人 好 斯芬克斯之谜的答案就是 人 图四 人类进化史 好 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 人类 我们来看你们的第二道题目 请根据图片联想一句古诗 请向答 博士 儿童散学归来早 盲趁东风放纸渊 幽文化 我知道这个是我上小学的时候 然后我那个版的这个小学教材 当时好像就讲过这句 好 我们来看这个古诗是否正确 恭喜你回答正确 儿童散学归来早 盲趁东风放纸渊 这是出自高顶的村居 所以说这种景象 也只能出现在古诗当中 要是现在的学童放学归来早 唯一的结许就是 关进屋子写作业 你也特别希望孩子们 能够被家长放出来 感受一下这个春天生机勃勃的景象 好 2比0了 元宝 不着急 笑到最后的才是冠军 行 第三题了 看看你能不能笑起来 视频联想题 我想要这边 有什么事 今天 从来的 的 好 好 你看 你看 你 你 我 我 建议 我 视频结束了一脸懵 我们的问题是 请问这一段公益广告 他要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请抢答 袁宝 就是如何更好的能找到女朋友 如何找女朋友 你觉得算是公益主题的广告吗 教单身的同学怎么能更好的 使用一些方式方法来认识你同学 恋爱密集 对对对 明白了 我们来看答案是否靠谱 回答错误 我还能讲吗 可以啊 就是关心周围的人 你怎么看出来的呢 就是你看 就是大家都在桌子里 这个我们805小时候也干过 有人课第一句 这个黄图霸业谭小钟就走了 然后第二天你回来看下面多里行字啊 不胜人生一场醉 所以答案是 我觉得他应该关心身边的人嘛 关心身边的人 刚才那下喷得挺狠的 看看历史是否会重演 再不抢对就没机会了 恭喜你回答正确 总能蒙对 看似不着调的结论 没想到他答对了 那这个视频到底怎么体现关爱身边人呢 来 我们把视频看完 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关爱身边的人 这其实呢是美国一则 关于校园枪支案件的这种公益广告 因为其实在同学们身边 可能有那么一些人 心理的问题 或者是社会遭遇的问题 他们对于枪支很关注 那如果同学们早日发现 他的这个问题和这个倾向 有可能校园枪击案就会减少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对周边人的关爱 可能会挽救一个人 甚至是一群人的生命 好 元宝 歪打正着 恭喜你回答正确 好 二比一 接下来我们来看你们的第四题 我们会给你一段音乐混解 首先 请听这段音乐 这不是噪音 这是把两首曲子剪在一块了 请问我们剪辑的两首曲目 分别的名称叫什么 倾强答 一个是上海滩 还有一个就是千年等一回 这个肯定是有的 恭喜你回答正确 这元宝算是运气啊 走到现在二比二打平 第五题是我们的发散题 六个灯泡 六条隐藏的线索 说出一个灯泡就会亮 谁说得多 谁就赢 我们的关键词是泡沫 好 罗天三十秒倒计时开始 古式泡沫 郁金香 肥皂 泡沫还会有洗衣机 生产出很多的肥皂出来 还有我们的这个泡沫灭火器 以及我们的这个泡沫塑料 还有邓子奇唱会一首歌叫泡沫 还有我们的这个 古式泡沫 郁金香泡沫 楼式泡沫 泡沫结构 恭喜罗天直接秒杀对手 我们还有两个选项没有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泡沫经济和美人鱼 泡沫经济这是一种经济现象 只由于大量投机等行为 导致了市场的虚假繁荣 美人鱼安徒生童话 小美人鱼当中 美人鱼最后变成了泡沫 恭喜罗天你可以开一次礼盒 好 我开一号吧 恭喜你做的刘生童话电析提供的 清静乐系列席地台 这个席地台 这个席地我们也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只要您拿出手机购买艺人购义付带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相片 来 罗天请坐 好 我们今天第二回合 吕国顺请就位 刚才那部分谁赢谁晋级 现在这部分谁输谁离开 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我跟大顺是老对手了啊 如果大顺女觉得有6%的能力 加上3%的努力 再加1%的运气 就能够赢得今天的比赛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最关键的90% 还得靠颜值 颜值 颜值 所以我觉得作为比你颜值 高出1万倍的我 今年肯定能把你打败 宝哥他复活了两次 被我打败了两次 这次我还会把你打败 让你再无出头之日 好 两位 我们来进行你们的第二轮的比赛 首先来看你们的第一道题目 请根据图片联想一个形容词 请看题是一 这是一个中题是二 牛 请看 哦 元宝 哈哈哈哈 你哈哈哈哈什么 太简单了 这小题是专门为我今天这个话说的嘛 一个图是一个中嘛 然后它是两点中 在古说这个两点中应该就是丑时 那个大家知道 然后呢在十二声交当中呢 子丑阴某又分出来了 子属丑牛 丑 我们来看是否正确 肯定没错 丑 耶 恭喜你回答正确 图三 啊 这是京剧扮相 丑角 图四 吃藕 丑 哎呀 这太明显了啊 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 丑 1比0 元宝领先 我们来看你们的第二道题目 请根据图片联想一句古诗 请抢答 大顺 有马 好像又有落花 呃 画个圈圈阻重你 画个圈圈阻重你 是 啊 我想起有一句诗 踏花归去马蹄香 当时有这么一句考题 是不是这首诗 然后呢 我们是一句诗 一般一句诗都有 一 二 前面一句 后面一句 还真不太记者了 那你抢什么 看图答题嘛 不一定对啊 他就会半句 哎呀 我就说嘛 不对 继续抢答 哈哈哈哈哈哈 大顺 我知道了 是春风得意马蹄集 一日看尽长安花 因为我刚刚少忽略了一个细节 就是咱们看到这个马上坐着 这么一个衣着华丽的男士 这个男士应该是意气风发的样子 应该是孟娇的登科望吧 读了很多古诗词 但是不是这一句请看结果 噴打 恭喜你回答正确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这是孟娇的登科后 他描绘了状元极地后的愉悦心情 一比一打平 我们来看第三道题目 请根据图片 联想这是一则什么产品的广告 请抢答 大顺 这个很明显 四个相框 相框里有四张照片 我觉得这个是照片 噴的吧 老师 哎呀 我就说不可能是照片 不是照片 继续抢答 大顺 你有思路吗 我知道什么答案了 哎 你看这照片里这四个人 从年轻到年老 但是你们仔细看 只有这个男的在变老 这个女的并没有变老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 要么就是什么护肤品化妆品的广告 我们来看一下靠不靠谱 把脸吴好 三 二 一 恭喜你回答正确 哎呀 你看警察叔叔果然是眼睛很明锐 这么多年了 我们会发现这位妻子的容貌没什么变化 但男的却老得很快呀 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 护肤品 二比一 元宝人家后来居上了 你要小心一点 没关系 来看看你们的第四道题 音乐混剪题 请先来听这段音乐 请问这是哪两首歌曲的混剪 请想答 元宝 这个又到了我专业的知识了 怀旧歌曲 这回是真听出来何日君再来了 然后这回还有这个江玉恒老师的再回首都唱出来了 再回首何日君再来 请看结果 好 恭喜你回答正确 再回首何日君再来 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题的机会 谁赢 谁晋 谁输 谁就和年度联想王告别 都走到这一步了 要输的话太可惜了 两位加油 第五道题目是我们的发散联想题 我们的题目是 考试 请想答 30秒倒计时开始 考试 考试要有要有准考证 考试 考试会挂科 考试 考试 早上考试会有重点 老师会画重点 考试 考试 围班不作弊 元宝哥可能作弊 考试 考试 考试有排名 最后会有个排位 然后考试会有 爸妈早上会给我吃油条加蛋 一百分 那个 考试 考试 还有 挂科 考试 还有 上其他 不用再猜了 猜对四个已经赢了 我们先来看看剩下两个还没出现的是什么 陈信 柯南 因为大学生考试前总会在床头挂科男 谐音为挂科男 男挂科 你看人家后来去上元宝 哎呀 作何敢言哪 我还是不认定 我又在同一条路上再次摔倒了 祝大顺加油吧 拜拜 元宝 我们北京爷们呢 其实会的就是特别多 懂的也特别的多 我要代表三山五湖四海六格 八方九湖今天来打败你 在我的八地方主题餐厅等着你们来挑战 拜拜 恭喜你大顺 顺利晋级 2456号领盒亮智灯把它打开 我就想你6号吧 哇 你也太厉害了 最后一台洗衣机 恭喜你获得了松下电器提供的 泡墨镜系列洗衣机台 来大顺 请登上星期宝座 欢迎两位 冠军奖杯 尽在咫尺 这个时候想说什么 联想王我们这个节目呢 他一定是考察一种综合的素质 其中包括记忆的联想 听觉的联想 思维等等 所以我们要同时具备我们的知识的深度 跟广度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拿到最后的鬼关 联想王啊 他可能考验的种类非常多 但是只要精通其中一门就能一通百通 苦心钻研跟这个点到为止 这可能就是我跟罗老师今天的差距 也是我们成王败寇的关键 行吧 来咱们看题 现在我是联想王年度总冠军 最后一轮的比赛正式开始 我们的问题是 请你们减除和爱因斯坦 无关的选项 请看16条线索 第一条 小提琴 2.电话 3.F等于MA 4.1905年 5.洗衣机 6.死亡方程式 7.想象是真实的皇后 8.146 9.化鸡蛋 10.前学森 11.诺贝尔和平奖 12.三个小板凳 13.质量守恒定律 14.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15.雷 16.树心北 来楼天 请就位 我首先检除的是元素雷 因为雷是Gurie夫妇他们发现的 这应该是比较鲜明的错误 我们来看炸弹是否会爆炸 恭喜你检对了 雷是Gurie夫人发现的 其实Gurie夫人和爱因斯坦两个人关系特别好 而且爱因斯坦对Gurie夫人有很高的评价 她说在世界这么多著名人物当中 Gurie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圣明宠坏的人 好 大顺该你了 我先检的是九号 九号这个化鸡蛋的这个故事我们应该都非常了解 它是杂芬奇的故事 是他老是让他不停地画鸡蛋 直到有一天告诉他这个鸡蛋画得不错了 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画画大师了 所以我觉得九号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选九 恭喜你检对了 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润 但是从来没有因为相对润而获得过诺贝尔奖 但是他因为另外一个理论 量子物理的相关理论 所以我应该解除一个跟他无关的 应该是无关的 叫做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和平奖 这个答案是否正确 所以这个题真的很难 因为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其实非常主张和平的 根据俄罗斯真理报的一篇报道啊 说爱因斯坦在生前 迷流之际曾经把自己所有的这些手稿全部销毁 就是害怕后人制造出更多的杀伤性武器 但是他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 大顺 我看到这个三三这个选项 F.MA 这应该是初中的物理里边会涉及到的 这是牛顿研究出来的第二定律 应该跟这个爱因斯坦没有关系 我就我就选三吧 请看结果 恭喜你捡对了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物理模型 由于牛顿的运动定律呢 只适用于低速度的情况 后来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统一 我捡一个电话吧 电话应该不是爱因斯坦发明的 应该是贝尔的 恭喜你 电话是在1876年发明出来的 那个时候爱因斯坦还没有出声 大顺 该你 容易被排除的答案基本被排除的差不多了 我其实按照概率来说 我觉得可能相关性最弱的会是洗衣机吧 因为洗衣机这么现代化的一个东西 当时应该没有 洗衣机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吗 对 应该没问题 来 请看结果 恭喜你捡对了 洗衣机不是德国人发明的 是一个美国人发明的 他叫史密斯 罗天 读一把吧 质量守恒定律 也许这是我最后一件了 请看结果 质量守恒定律不是爱因斯坦发现的 他的发明者是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 在1756年发现的 离爱因斯坦出生还有一百多年 算你蒙对了 来 大顺 该你了 我捡10号 钱学森 虽然钱学森也是物理学家 但是他应该跟爱因斯坦的关系不是特别大 如果都按物理这一块来算的话 那可能我就错了 赌一把吧 10 两个都是物理史上的大拿 我们来看看钱学森和爱因斯坦 有没有关系 请看结果 恭喜你捡对了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 获得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罗天 该你了 我看到两个 相似的选项 一个是7号 一个是14号 我觉得7号它是个并句 叫想象是真实的皇后 而14号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选择一个就选7号 比赛就这样 开心就好 大家给我点掌声 你把7号想象是真实的皇后给剪掉了 那这句话会不会是爱因斯坦说的 请看结果 欢迎回来 想象是真实的皇后 这个不算并句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很疯狂的诗句 这个是出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之口 下面答案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 所以我就选1号吧 因为我之前选宝箱的时候基本都选的1号 我希望1号能给我带来好运 能不能拿到奖杯 就看这道题了 请看结果 哇 哇 总决赛的蛋糕是不是格外的甜蜜 好 我们来看一下小提琴 这其实是最简单的一道题 还有两张照片很著名 一个是吐舌头的 一个是拉小提琴的 爱因斯坦酷爱小提琴 1905年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年份 爱因斯坦在这一年发表了6篇 画时代的论文 死亡方程式 是他最有名的E等于MC的平方 这个方程式对于炎子弹的研制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46是 威尔特森研究小组测试结果 爱因斯坦的智商为146 三个小板凳 又是我们小学的一道心灵鸡汤故事 说的是爱因斯坦的小时候 做了三个小板凳 虽然做的都不好 但是不断地在进步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爱因斯坦的名剧 树心北 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 树心北是中国的爱因斯坦 也是一个物理学家 他做过爱因斯坦的助理 好 掌声送给大顺 谢谢大顺的参与 再见 宇国顺 必将用行政思维联想 过去重重难题 只要精通其中一年 就能一通百通 我觉得今天还是可以给他一个 熟悉的结局 送走了大顺 我们我是联想王 年度总冠军事业的最后冠军 就是我们的非典型政治老师 罗天 恭喜你 奖杯给你 罗老师 请发表你的获奖感言 人的一生 它的时间跟空间是有限的 但是因为有联想 它能让我们内心世界 变得没有界限 在咱们今年 我是联想王的比赛当中 它让我一路过关斩仗 最终摘得桂冠 再次恭喜我们的罗天 今天你可以获得 我们型号为MA6152的席机台 同样这台席机 我们也会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希望您和我们多多互动 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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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